大家好,歡迎收看《全日總見》 我是林梓彤,繼續有Sammy,你好 大家好,我是梓彤 今天跟大家總結,內地和本股市收市的情況 內地股市方面,上證綜合指數收市升12點,收到3715點 深淨成分指數跌66點,收市收到14705點 戶心300指數跌21點,全日收到4991點 港股方面,全日跌392點,收到25813點 國企指數跌147點,收到9238點 大市全日成交1503點 下週回來的市都跌600點,但收市跌幅,收集一點 跌不夠400點,但都是穿26,000收市 後市的看法,今天有些人可能會購買貨 之後的策略應該怎樣做 一來要視乎買哪些類型 如果今天剛剛很低位,買得到比較跌幅大一點的 可能說騰訊或者ATM那些相關的股份 可以看看短期之內會不會再彈多一點 就叫做吃一吃 目前你說去到這一堆比較重磅少少的科網股 都算是今天拖累得市比較重要的板塊 主要的因素都是說市場現在發現 對於這一堆監管的消息 仍然是推進出來 你說無論是亞利可能會面臨一些國有的投資者 需要叫做入股旗下的一些金融業的品牌 或者說直接需要將某部分旗下的企業分拆出來 以及你說美團可能對於一些旗下的外賣員 他們的員工福利可能會叫做加大 這些對於他們的盈利狀況都會叫做打擊在這裡 所以就變成早段的時候 你說一隻ATM三隻都能拖累得市比較多 但是幸好你說美市算是叫做將跌幅輕輕收窄 騰訊今天叫做守得住條20天線 同時間你說美團都叫做可以守得住條50天線 所以暫時這兩隻的走勢未算太差 開始叫做碰碰 你說可能九月頭和八月尾的時候做了一個底部位置 這兩隻都開始叫做有得彈 但是短期之內可能他們的風險都算是叫做比較多一點的話 不是建議持有太久的 目前我對於你說指數的走勢 都是看著最多你說可能26000左右這些位置 叫做整固住 今天剛剛穿完條20天線 雖然叫做守得住 但是未來的走勢都很依賴一些 你說可能科網股的彈幅 會不會即是叫做足夠的 但是暫時來看早段的時候 市況算是叫做估得比較多一點點 下午收市回來 成交量方面沒有什麼一些太大的擴大 所以就沒有一個很大的啟視在這裡 可能純粹你說早段估得多一點點 下午有些少的反彈而已 但是整體來說市況的氣氛暫時都算是取易不取難 你說要在這些科網股裡面駁到反彈的話 需要叫做捱下價 或者你說可能內性也需要叫做多一點點 但是反而就對於一些比較強勢一點的 例如你說一些資源類的股份 或者你說一些新能源相關的 他們都仍然是叫做比較強勢一點 所以暫時就未見到一個很明顯的資金轉向 或者一些輪動的情況 你說一些強勢一點的新聞源相關 或者一些國策支持相關的板塊 相對來說都仍然是叫做比較強一點 好啊 另外說一下個別的股份 下午那次即使我們說了很多不同的股份 但是就沒有說6969的施摩爾 其實上個星期五如果大家都知道 美國那邊的電子煙相關的概念已經是大堆下來 主要就是因為美國有些監管當局 就拒絕了很大部份的電子煙產品 不讓他們上市或者是銷售 今天6969也是跟著美國的同業跌下來 但是都未是低落收市 但是全人都跌一成半 現在美國這樣去禁 你覺得6969這些是不是 就是以後都沒有運行 還是還是 都還有機會他們接下來 可能調整了自己的一些產品 符合了一些要求之後 其實可以上市 都可以有一個好一點的反彈 即是如果現在拿著6969 未止洩 那應該怎樣做呢 如果這一刻都未止洩 不妨等到它是不是真的叫穿了之前的底 即是那時候你說都不差得遠的 都是叫做欠2元左右 你說捱住去到7月底的時候 大概你說33元左右 如果這兩棟真的看到一些消息不對路 但是都沒有走的話 那我相信本身它的信念也比較強一點 那今次你說這宗消息 對於FDA來說 雖然暫時就沒有審批到 那一堆電子煙的平台 或者那一堆銷售量 基本上就很難去決定到 所以純粹在股價價位上 拉回近期的一些弱勢低位 所以就變成了可以有條件 再也不差在了 你說差一點點就叫做等它 主要就駁它 就是說你說可能可能 接下來會不會談到 有機會在一些條款上 做一些改變 那就令到 可能之後在美國的市場上 FDA會批評某類型的電子煙的產品 可以叫做合法批評 但是暫時就沒有等到這些消息出來 大禍今次 他們看完之後 可能他們叫做比較熟這類型的 policy 但是就覺得他們的目標價 其實都仍然維持在55元 所以就覺得 你們說紫摩爾的客戶那些品牌 有某部分其實是未被人拒絕到的 所以就變成了可能你說個別的一些低成本 或者你說低市場占有率的一些生產商 可能會叫做被人踢走 但是紫摩爾可能都仍然維持到 某部分的market share 但是你說這件事 可以落實都幾多 要視乎之後的消息 尤其是說FDA裡面 會不會可能有些條款 需要叫做修改 所以暫時的股價上面 都已經叫做埋著近期的低位 不妨再等多一點 你說真是弱勢 去到真是叫做整息跌穿了的話 那就真是要狠心一點 需要自洩 好啊 另外我們下集那次即市 都說了很多不同的資源板塊 今天都保持著強勢 鋁、鋼等等 但就還未說黃金的走勢 美金接下來的前景是怎樣看呢 還有一些金礦股 現在資源股起陷陷陷陷陷 金礦股可不可以 都繼續向上再炒多一會 金近期都仍然比較弱一點 穿了千百元之後 都算是處於偏弱的水平 沒即時彈上去 而且大家看著聯儲局 何時做一個Tapering 即是預先縮減買債的規模 有機會市場股最快到11月就開始推出 之前看過文章 高盛或華爾街日報 不時都會靠聯儲局 那些言論發表一些預期給大家 所以看到端藝就發現 高盛剛剛也調高了今年內 到11月美聯儲做這些行動的預測 大概有七成左右的機會 今年11月左右就會開始縮減買債 所以近期美金仍然算是比較偏強 目前雖然去到就業數據 或者說Delta的變種病毒 都會有些隱憂 但是基於通脹的預期仍然是比較強 所以大家都預計這段時間 美國復甦的勢頭都仍然是可以維持到的 所以大家都預計 你說大約去到今年的11月左右 就已經開始會做Tappering的動作 變成近期黃金開始去到1800元位置 也算是穿了 美金相對來說也算是偏強 暫時就沒有太多的炒作空間 即使你看到 你說可能紫金方面 有金也有銅的支持也好 但是相對來說 也算是走得比較弱 所以如果你說要買的話 一些銅的戰比比較強的股份 相對來說也算是走得比較強 好啊 麻煩Samuel這麼詳細的分析 先報一下有沒有持有上述投股的股份 沒有持有的 麻煩Samuel這麼詳細的分析 這節目時間差不多和Samuel談到這裡 謝謝大家